大家好 欢迎收看杰森视角 连续在四个州的真相听证之后呢 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美国大选舞弊的证据都展现出来了 特别是12月3日在乔治亚州听证过程中 展现出来的一个视频 证据几乎跟大家一直寻求的这个 就是冒烟的枪这样的级别的一个证据 这个视频的背景是在11月3日大选结束之后呢 乔治亚亚特兰大州的一个大的机票中心 在晚上10点半左右突然有人要求所有的人都离场 但是呢 都在大家离开了以后的话呢 有六个人去留下来了 他们从一个盖着黑布的桌子下面 抽出来四个大的选票箱 然后呢 用三到四个选票录入 连续工作两个多小时录入了大量的选票 这是一个不能再明显的一个大选舞弊的行为 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我第一直觉就是我知道主流媒体或者一些 科技公司一定会出来搅浑水的 果然呢 推特谷歌 迅速的呢 就用乔治亚州选举官员的解释 做了一个叫 事实检查的文章 事实检查的文章采访的都是乔治亚的这些选举官员 那么没有采访任何 起诉一方或者提出证据这一方 他们的说法 而随后的话 这些选举官员又通过他自己的 推特或者是脸书 在拼命的推广 这些事实检查的文章 好像的话呢 又把这些 他们回答问题 形成的这个文章 变成了他们的事实依据 在向人推广这个事情 其中就包括乔治亚的 投票系统实施经理 Gabriel Sterling 你知道了整个系统都是他买的 他一定说这个系统是工作无误的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可笑的 你就好像是收集证据的人 只从被指控做伪操的那个人里头 询问 所有的事实 然后写一篇文章 然后呢把这个文章交给这个被告 让这个被告到处宣扬他是无罪的 以此来 左右舆论 左右审判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通常不屑于 回应这些所谓的事实检查文章 因为他们的倾向性 太明显 目的性太明显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本身就提供的这个视频证据本身非常重要 我和我的团队还是决定花一定时间 针对这个文章中所提出的这些说法 仔细研究研究 最后的话呢 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 第一呢 事实检测文章 非常非常有迷惑性 而且第2个结论是 一般人如果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 几乎无法真正突破这些文章 造出来的那种 迷幻感 这里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回应 几点 文章中提到的几点 其中第1点 乔治亚州 州务卿的 首席调查员 弗朗西斯沃森 他说呢 当天晚上我们并没有 任何人让那些观察人员 留下或者让他们离开 没有人给他们任何关于他们应该做的建议 换句话说呢 把现场人都离开 推给别人了 而且呢 他说呢 留下工作负责录入选票的那部分人呀 主要是因为 那些选票呢 不能过夜不录入的 好像 就是很高尚 就是说这些人 加班加点 从10点干到0真1点多 好像是 就是说呢 非常的勤奋 但事实上呢 你要是真的是 看录像 或者是看 发誓证词 你会看到 多个目击者的证词 都描述到了 共和党的观察员说那个 扎着金发辫子的女士 出来 告诉大家说 我们已经停止了 计票过程 大家都回去吧 而且呢 说这样的话 赶大家走的人不止这一个 搭金辫子的女士一个 还有一个来自于 富尔顿市的雇员 还有一个发言人 他们都在说 整个 今天的工作已经到 10点半结束了 都让大家离开 所以说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 在他的所谓事实检测中 官员的说法 就直接 和证人的说法 和当时的录像 是违背的 你不可能说 你没有通知 所有人都一时间 全部离开了 就是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他要说 撒谎这样的话 为什么他说 没有人 让监督的人走开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 不光明磊头的事情 如果是堂堂正正的 你干嘛不 在大家都在的时候 让大家监督的情况下 录入那些票 他还提到另外一点 就是说呢 他解释说呢 说那个 箱子里头那些票的话呢 其实是 有人在现场的时候 放进去的 不是说那个箱子 本来就装了很多票 而且他还说了 最后晚上 从10点到凌晨1点钟 扫描的那些票 没有人看的那些票 其实呢 他们开封的过程 观察员 都是在现场 意思是说呢 那些票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多个观察员 反复强调 所谓的观察员和媒体在现场 其实是一个谎言 完全是个骗人的谎言 因为啥呢 因为他们把观察员和媒体 都用围栏围在一个屋子拐角 在那个拐角 你根本看不见一张选票 你拆开任何一张选票 他不知道你那种选票 名字或者说是 签字是不是对应上 有些人 甚至都看不清 那个扫描医到底在哪里 他们大概知道 扫描医在哪个方向 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个选举官员 叫Waller女士 告诉他们在那 他们只能是远远的大概猜 那个地方是扫描的 所以说呢 这个官员说呢 说那些票 放在盒子之前 是有观察员和媒体 在那观察的 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谎言 而且呢 最后他说 没有人阻挡 观察员 随时返回 这个谎言又被另外一个 证词驳斥了 有几个观察员 他们后来是去了 另外一个地方 当他们听到 亚特兰娜刚才那个 机票中心还在机票的时候 他们赶快 就赶回来 但是他们赶回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到了 凌晨一点半左右 机票中心的 安检人员就反复纠缠 不让他们进去 他们反复跟 检察人员说 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好不容易进去 但是他们进去的时候 那些 视频中 录入票的人 已经在五分之前 结束了所有的录入 已经离开了 这是在他们的 发誓证书中 都明确说了 而且跟 视频 完全吻合 对于 如此复杂 如此影响深远的 这样的一个大选 舞弊指正 你可以看到 美国这边从官方到媒体协调一致的采取 各种迅速的手法 出一个官方的说法 然后掩盖 这些 纷繁的 难以解释大选的各种奇异现象 在我们做这些具体分析的时候 我真有那种感觉 就感觉好像我在分析以前在中国出现的一些乌龙事件那种状态 一方面我们能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 而另一方面官方用各种各样制造出来的官方说法 吸取过来的解释 来搅浑水 这种用各种方式尽可能把事情搞得复杂的做法 而不是努力在寻求真正让人信服着真相的这种做法 在各个地方是反复出现的 你比如说前几天在密西根的议会听证中 密西根有个州众议员叫做 CA Johnson 这个女众议员他就用各种方法干扰这个指证选举舞弊的那些证人 其中包括反复追问一个证人的名字的拼携 某种方面是一个间接的威胁 因为密西根那边 很多人因此而遭受了恐吓 而且对另外一个证人 毫无根据的指责那个人在撒谎 而且不合常规的要求证人发誓作证 在这个州议会听证是没有这样的 所有这些作证的证人都已经签了 有法律效应的发誓证词之后才消停下来 我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媒体这么多年持续的对川普的负面报道 我知道很多人是非常不喜欢川普的 就像我在2016年之前被主流媒体包括CNN洗脑之后 我2016年也没有选川普 但是不管怎么样 目前针对整个美国大选舞弊的这些调查 已经远远超越了喜欢不喜欢川普的问题 而已经变成了美国这个民主法治国家 它的根本基石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这应该是每一个美国人应该全力支持的事情 不管你是支持川普还是反对川普 因为他所有这些有关 舞弊 奇异现象的追究 最终他会给美国迎来一个更让人信服的一个选举制度 更透明的选举制度 这是每一个真正为美国未来着想的美国人 应该全力支持的事情 那么理性的想一想 这些不喜欢川普的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很多人的借口是 川普的行为 损害了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 影响了美国的伟大 但是目前 任何努力掩盖美国大选舞弊行为的做法 比那些 指证川普伤害美国的那些做法 要严重100倍 对川普的指控 是虚无的 但是现在对于美国大选舞弊行为的掩盖 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 很多人 是被洗脑后 完全在情绪控制下 是情绪超越了理智 为了个人的喜好 不惜毁掉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来反川普 这样的人呢 我们客气的说呢 是不理智 难听的说呢 是傻 但是呢 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情绪而反川普 很多人真的是出于他 个人利益被川普伤害了 而不惜毁掉美国来反川普 这些人的利益都包括什么呢 其中 很大一群人 他们非常重要的 被川普损害的利益 就是 川普的存在 直接破坏了他们从中共那边赚钱的机会 这些因利益而反川普的人 他们就不是傻了 而是坏 真正的坏 因为他们直接作为他们的个人利益 而帮助美国最大的敌人中共 中共从来都是把美国和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理念 作为其生存的最大威胁的 也作为其根本的敌人 美国国务卿 在今年2月8号 在美国一个州长共同会议上 特意谈到了 说 中共政府 目前呢 北京有专门的智囊 制作各种报告 对美国50个州长 对中共的态度 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他们给你们中的每个人 都贴上一个标签 分成三类 对中共友好的 对中共强硬的 或者说是对中共态度不明确的 中共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们中的许多人 确实在那个报告中 已经被指名道姓的提到了 所以说呢 这里头你们要非常清楚一个教训 就是呢 与中共的竞争 不仅仅是一个联邦政府的问题 它会发生在 我们美国每一个层面 包括你们州这个层面 它不光是个外交政策 上有影响 其实对于居住在你们每个州的公民都有影响 事实上呢 对你们每个人都有影响 而且呢 无论你们是否 被中共 视为友好或者强硬 你们要非常清楚 中共 一定会持续不断的 对你们在做工作 而且你们要知道 中共正在针对你们周围的团队在做工作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 非常明晰的一个 对于地方政府的一个警告 而且就在前几天 12月3号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雷克里夫 在华尔街日报上 专门撰文写了说 中共是第2次世界大战案之后 全球 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胁 中共对于美国政治的干预 是俄国对美国政治干预的6倍 所以说呢 我只是举了简单的两个例子 很多信息 不管是官方的 还是民间的 大量的消息都指证 中共是直接 在针对美国 这些为了自己和中共之间的利益 而不惜 伤害美国的人 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共在 直接渗透和蚕食美国 他们知道 但是 他们却把他们的个人利益远远放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把他们的个人 利益放在美国的民众利益之上 目前 当众多的美国人 在媒体和高科技公司的误导下 不顾一切的反川普的时候 在他们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把川普赶出白宫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在地球那边 中共那个集团是如何的开心 说的难听一点 中共真把美国这些 所谓的精英当傻子在玩 中共目睹美国 一片混乱的现状 他们已经 幸福到了得意忘形的程度 得意到了他们已经毫不掩饰的在嘲笑的美国正落入他们的陷阱中 11月28日 中国一个高级智囊 现任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迪东升 在上海的一个有上百万网络观众和现场观众的 2020观视频年终售中 毫不避讳的发表了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的标题是 中国金融开放会引来华尔街之狼吗 那么 这个视频 在今天开始被广泛关注之后 目前已经开始从国内的所有网站被清理掉了 但是呢 在海外的YouTube网站上还能找到一些个别没有删掉的链接 他这个演讲的核心主题就是 目前中共 从政策上开放了 中国的金融市场 给美国或者给其他西方国家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中共在退让吗 迪东升的说法说不是的 在实际上 事实上是有政治和战术考量的 那到底有什么政治和战术考量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节选他的一段讲言 前边特朗普政府 跟我们打贸易战 那么我们为什么搞不定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以前 1992年到 2016年之间 中美之间各种问题都能搞得定 是不是 大家发现没有 所有的危机 不管是银河号事件 还是炸大使馆 还是撞了飞机 所有事情 全部是床头吵架床尾合 两个月之内搞定 什么原因 这儿我抛出一个可能又要是暴论了 就是因为咱们上边有人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 我们有我们的老朋友 其实就过去这个30年 过去40年 我们在美国的 它的这个 利用它权势核心圈 是不是 我前面讲过 华尔街在1970年代开始 对美国 它的内政外交有非常强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有路径依赖 但问题是08年之后 华尔街的地位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16年之后 华尔街搞不定特朗普 中美贸易战过程中 他们也试图帮忙 据我所知美方的朋友跟我讲 试图帮忙 但是利有不歹 但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了 传统的精英 政治精英 建制派 他们跟华尔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大家看到吧 拜登的儿子被特朗普说 你在全球有什么基金公司 发现没有 谁帮他建的基金公司 明白吗 这里边都有买卖 短短几分钟的讲演 这里头的信息量太大了 我真的是希望每一个美国人 都应该花这几分钟来看一看 中共就在此时 突然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给美国 它其实是呢 是给拜登送个礼 而且呢 这个礼呢 实际上是背后藏个东西的 他非常清楚 华尔街搞不定川普 但是华尔街会轻松的搞定 拜登和他的团队 因为就按他视频中说的 说拜登这个团队 目前找的全都是所谓那种精英和建制派 用我们一般人的说法 就是DC常规那个沼泽地的那些俄语 那些人跟华尔街是千丝万里的关系 所以说呢 中共非常清楚 此时此刻 你把华尔街引入中国 你就等于说 把华尔街套牢了 套牢华尔街就套牢了未来 拜登所有的团队 而且在视频中 李东升不经意地说 拜登儿子 他有一个全球基金 那不过就是中共资助的 这个美国主流媒体 使尽全身法术 给拜登掩盖的真相 在中共内部人士来看 简直就是傻子都知道的 不言而喻的事情 就在华尔街 高歌中共开放金融市场 中共的伟大 中共也在高歌 我拿住了华尔街 如果再等拜登进入白宫 那么美国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而且呢 他还在这次讲演中 特别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么讲吧 2015年 这个上上次习总书记 访问美国之前呢 我们知道各个系统 都要在美国帮他暖场 是不是 那么咱们的党的某个系统 他在美国帮他暖场的方式呢 就是舆论 舆论的话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 谈自国理政那本书的新书 英文版 第一版新书发布会 放在美国 在他去之前 先搞一个新书发布会 帮他造势 那么由谁来做呢 就跟今天一样 他们发现说 迪东森 你这家伙比较擅长 又忽悠老外 是不是 因为他们看过我 怎么忽悠老外的 他们觉得现场效果非常不错 你来主持兼嘉宾 所以那次跟咱们今天 这个活动很相似 我既是主持又是嘉宾 地点呢 领导定下来了 说这个谁谁谁 你们下周 下周礼拜四 下午三点半 去那个美国最重要的 政治与闪文书店 在那个华盛顿 肯尼迪克大街 2650号吧 好像是 去那边 专业书店 去那边办一个新书发布会 然后我们就一线赶紧去沟通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方 工作方式不一样 你临时抱佛脚 让我去沟通这个地点 时间 很麻烦的 结果那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接待不了 接待不了 后来我就问了 我说你告诉我 哪位作者把这个场次定下来了 啥意思 天下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 如果一打美元搞不定 那我就 两打 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方式了 结果 结果呢 这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我不会告诉你 哪个作者 已经把这个时间段给定下来 我们是有原则的 跟我非常傲娇 跟我很装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这哥们儿 以前是民主党人 沙士民主党人 以前做过住亚洲的记者 对我党非常有看法 所以故意地不配合 后来我以为这事得黄 至少得换时间换地点 结果 我们把矛盾上交 让领导去解决 反正我是客串的帮忙的 结果到了礼拜四早上 咱们那个部的一位副部级领导 也是那天的真正的kino speaker 他给我打电话 说小爹 咱们按我方原计划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地点 继续照办 吃完午饭我就赶去 结果领导到了比我还早 给我介绍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 按照我方原计划 得以顺利之行 就是因为 我们今天这位工程 孙他介绍 一位大鼻子老太太 一看就犹太人 老太太给我递名片 我叫某某某 我这名字不卖了 我叫某某某 请多关照 注意啊 一口流利的金片子 北京话 然后我很惊讶 我说您这个中文 讲得比我还棒啊 我永远改不掉 我的江苏口音 您这个一点口音都没有 老太太听我夸他口音好 得意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不但会讲中文 我还有中国国籍 大家知道吧 你有外国国籍吗 你如果有外国国籍 你不可能有中国国籍吗 是不是 他这样的老太太 是不可能为了中国国籍 放弃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 是这意思吧 我一下明白了 这是我们中国民老朋友了 是吧 然后我这时候看见 这个前边很傲娇的 那个书店老板 满脸黑线 安排员工排桌子排着 很不情愿 被人强按着干这事 接着诚 我说您怎么搞定他的 是吧 我们前面沟通沟通不下来啊 这个很傲娇啊 老太太皎洁一笑 我跟她讲道理 大家知道这话来路吧 美国著名黑手党电影 《教父》里边的经典台词 把人家码头给砍了 是吧 谁人家被窝里边 当然老太太不是 不是这个黑手党 老太太的身份是什么 她为什么在中国住了三十年 为什么讲扣琉璃金片的 就刚才我们讲到了 全球华尔街某著名金融机构 顶级金融机构的 亚洲区的主材 中共其实呢 也并不是那么看重 他所利用的那个金融高管 在故事中 这个迪东升就把那个金融高管 戏成为那个大鼻子的 犹太老太太 美国人啊 如果还不能清醒 不出十年 你的新主人就叫中共 我突然想起来 在密西根那个议会听证中 那个反复干扰 选举舞弊证人的那个 密西根众议员C.N. Johnson 他对川普的仇恨 好像不属于那种 不理智的那群人 因为呢 我们至少最近发现 他2019年9月26号有一个推文 在他的推文中 他非常骄傲地展现 他是如何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 赵健一起愉快打乒乓球的照片 并且自豪地在他的推文中 转发文章说 虽然中美现在在贸易战 但是密西根和中共 依然有坚实的关系 就是因为美国有一系列这样的人 我为美国的未来担忧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您订阅我这个频道 我们以后再见